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2024年初二的物理 第二次的统测 考题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题第一题 在家庭电路中 段路器和电能表都要接在火线上 答案应该是火线 第一题A 第二题 电路上的电流过大 可能会由于什么引起呢 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是两个 两个原因 就是 短路跟过载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的用电器 这个不就是过载吗 但是既然这个也没有错 那我们答案就选 DONKEY 123 其实这个第三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的用电器 就是我们所谓的过载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第三题 在家庭电路中 下列哪一个情况会造成触电的事故 站在D3 我们先看火线的嘛 我好像跟大家讲 有没有碰火线 手碰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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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就要看有没有D 有D 脚站D上 脚站D上 还有一个中线 所以这三个情形呢 都是有 都有入口都有出口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形容 所以这三个都会出电 第三题 答案是DONKEY 第四题 某用电器正常使用的时候 电流是8个A 那我们的这个保险师 应该要比8个A来多一点 不要多太多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9个A 哇 非常简单 OK 很直接啦 我必须要讲 这些题目都是出到很直接 都是看过的 都是看过的题型 第五题 下午回家的时候 闭合电灯之后 灯就不亮 然后呢 接线 用测电比来测两端 发现两端 一端是发光的 另外一端是不发光的 那电灯不亮的原因是什么 那以前我们是讲两个都发光 然后呢 原因就是 那个中线段路嘛 所以这种情形 一端发光 另外一端不发光 这种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火线是发光嘛 中线就不发光了 所以如果是那个界线正常 比较可能就是那个灯泡这边断了 第五题 答案是C 这个就比较 同样的一个题目 我记得整个叙述是一样的 只是它在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呢 改掉了 之前是两端都都会发光 对吧 然后这个是一端发光 一端不发光 第六题 在下列的现象中 会导致家庭电路中的保险石熔断 的是哪一种情形 开关中两个线头是相碰 这个我们好像有一直在强调的是 开关其实它的两端是什么 两端都是火线来的 所以火线它火线会不会有事情 不会有事情 所以这个情形是安全的 你是最多是不能控制那个电路的开关而已 它永远开着 你明明断开它 它还是亮着 这个就是开关两端的线头是相碰的 这个情况 那插座的时候呢 火线跟中线相碰 它也是会属于短路 然后呢 这个保险石会烧断 室内的双芯电线的绝缘皮破损 因为这个双芯电线来讲呢 它其实里面有所谓的双芯 就是一条是中线 一条是火线 所以你的绝缘皮坏了的时候 它们这个线将碰呢 就是属于火线碰中线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短路 也是会烧坏 那个保险石 答案就是二和三 那这题稍微有一些 不是有一些 是我太太发现到 有点不对路 为什么呢 它讲说保险石不是应该要插头吗 那你的这个插座那里火线跟中线碰 你要也是那个断路器那边断开 应该不是那个插头那边的保险石断开 所以当然这边可能出题老师没有讲清楚 没有考虑清楚的 因为旧的课本 旧的课本没有断路器的 旧的课本所有的断路器都是叫做保险石 这样子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都是用保险石 当然还你如果你硬要我 buy的话我只能讲 哦那个extension cord有没有 extension cord是那个 有插头的吗 对不对 那个插头里面有那个保险石 然后呢extension cord呢 又会有插座 这一边的插座就会导致 这个extension cord上面的插头 的保险石烧到 哎这样子就可以 就讲得通了 OK 所以这个 唯有这样子来讲 好不然的话呢 就好像有点不对路去 因为如果你是插 这个墙壁上的插座 火线碰重线 请问这个插头有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啊 因为它在我前面 它在前面短路 我这个插头不会烧断的 OK 所以唯有的就是说 我们要换一换那个角度 我们的extension cord上面的那个插座 如果火线碰重线 就会造成这个extension cord的 那个保险石垶断 这样子来讲 OK 毕竟这个E4很明显错 因为它两端都是火线 好了 第六题当然是B了 那第七题 现在有一个测电比 它的电阻是800kΩ 耐管的电阻和人体的电阻呢 可忽略不计 使用这个测电比的时候 火线 碰火线 请问人体的 流过人体的电流多大 这个它又假设电价只有200kΩ 这个当然真实的值不是啊 不过它只是要你的方便计算 所以如果我们要算电流的话 I是等于V除以R 所以V是200kΩ 除以800kΩ 你就会得到四分之一 OK OK 四分之一 kilo 搬上去就会变mili 所以是0.25mΩ 0.25mΩ 答案就是B了 OK 答案是B 第七题答案是B OK 大概是这样 第八题 使用测电比 碰触火线的时候 耐管发光 但人体不会因此出电身亡 是因为呢 因为里面有很大的电阻 使到流过我们身体的电流很小 所以你看第七跟第八题连贯了 真的是太放水了 你会 你会第七 基本上你应该是会 当然第七是那个计算 第八是那个概念 所以它出了两题 都是测电比的一个情形 第九题 为了防止插头界线错误 国际上呢 对这个岛线的颜色呢 就做了规定 以下的岛线和它其颜色 哪一个是正确的 火线是棕色 对中线是蓝色 也对黄紫条纹 黄绿条纹对吧 所以答案应该是1和2了 OK 黄绿条纹不是黄紫条纹 第九题答案是A 正确 中线和火线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中线呢 是将电流导到地面 保护人体安全 这个应该是地线 不是中线 这个也是不知很对 火线用于提供电力 中线用于回路 这个看起来正确 再看一下其他的 火线和中线的电压值相同 不一样 一个是零 中线是零 火线呢 是 其实火线你不能讲 它是230 它其实是交流电 所以那个火线的电压 其实是从230 到负230之间 一直来回的一个 一个摆动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OK 低线可以取代中线 不行 我们低线是低线的接法 中线是中线的接法 不能说 我 反正那个中线 我们有讲中线那边 其实是接地的 但是你不能讲说 因为它接地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用低线来代替它 不行 不一样的 OK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太复杂了 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反正就是说 那个中线 是要有中线 也要有低线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第十一题 3 different resistors are connected in series which statement is correct voltage across each resistor is the same different resistor 就不一样了 对吧 如果它是 same resistor 电阻一样的情形 那这个电压 应该会相同 但这个因为 different resistor 所以voltage 应该是 is not the same and total resistance is larger than individual resistance 这个对 就是因为它的 total resistance 是加起来的 所以加起来之后 肯定会大于 个别的电阻 它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看 如果我们是串联的话 如果我们是并联的话 parallel的话 你会发现到 它的总和 电阻的总和 会比任意一个 来得更低 OK 是啊 这个应该懂 它的差别在这边 the current passing through each resistor is the same 这个串联来讲 它的电流 会处处相等 so第十一题 答案是B OK 没有问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graph of voltage against current of a wire that obeys Ohm's law OK 所以这题答案 应该是A 我们的Ohm's law 应该是一条直线的 第十二题答案是A 应该简单 The resistance of a bulb is 12 Ohm What is the current flow through the bulb when connected to 24V power 24除以12 就会等于2个A OK 第十三题 答案是B 算吧 很容易算吧 电压V除以R 是等于我们I 24除以12 等于2 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s a series circuit and a parallel circuit OK so左边是series 右边是parallel OK All bulbs are identical 全每一个的灯泡 都是一样的 一样 in the sense of 它的电阻一样 OK 它的规格是一样的 那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re correct the total resistance of a series circuit is larger than total resistance of parallel circuit 这个对 如果这个是 一个Ohm 一个Ohm 两个Ohm 两个Ohm 假设 所以这个series 的话就2加2 等于4 whereas另外一个 parallel的话 它是2跟2 它会变成一半 变成1个Ohm 所以其实差4倍 会差4倍 the total voltage in series circuit is the same as the total voltage in the parallel circuit 两个都是1.5 这个好像也对 但是如果你讲说 series circuit的 个别的灯泡 是不是一样的电压 那就不对了 但是他讲总电压的话 两个的总电压 都是1.5V 所以这2号是对的 the total current flow in the circuit series circuit is smaller than the total circuit total current flowing in parallel circuit 刚刚刚我们演示了 那个电阻 右边那个parallel 它是比较小的 我们就假设 2个Ohm 2个Ohm 右边就会是1个Ohm 所以1个Ohm的话 就会1.5除以1 就会等于1.5个A 右边1.5个A whereas左边这个 就会是4倍 1.5除以4 你就会看到 0点多 所以左边的current 是比较小的 OK series current is smaller than the parallel circuit 这个也对 所以第14题 答案应该是Donkey吧 OK 第14题答案是Donkey 第15题 the rate of flow of electric charge in the conductor 这个是考定义 OK Coulomb 那个charge 除以时间 就是这个charge 流动的快慢 就是所谓的current 这个没什么 就考定义吧 只是这个定义 在黄文版 我们没有学 在黄文版没有学 在英文版 你要自己 再记起来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它是用electric charge over它的时间 就是它的rate of flow 就是快慢这样子 OK 第15题答案是Donkey